丈夫出轨跟我闹离婚 儿子毫不犹豫选择了跟他父亲 他说你一个全职主妇 穷得要死 我才不要跟你过苦日子 你知道我要买的球鞋有多贵吗 你可别害我 我捏了捏手中的彩票 他不知道 我撞了二十亿大奖 他就跟着他爸过所谓的好日子去吧 我要带我的宝贝女儿去潇洒吧 我这辈子 做得最后悔的两件事情 一是跟我如今的丈夫赵二旦结婚 二是生下了小儿子两六 我丈夫在前不久 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 逼我跟他离婚 跟他离婚没问题 我就是舍不得我的一双儿女 我刚找好律师 准备争取他俩的抚养权 我的小儿子自己跳得出来吗 你一个全职主妇 穷得要死 我才不要跟你过苦日子 你知道我要买的球鞋有多贵吗 你可别害我 我女儿大漂亮 听了生气极了 老六你怎么能这么跟妈妈说话 妈平时对你还不够好吗 老六翻了白眼 他花的都是我爸的钱 他没了我爸给的生活费 孩子们对我们好 他目光亲密 大漂亮 你爱跟妈妈过苦日子 就跟他过苦日子去 反正我不去 我差一于老六的现实和无情 我在老六身上 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以兴趣 他是个早茶 从小体肉多贵 为了照顾他 我辞了高薪的工作 照顾了他整整15年 他吃不惯学校里的饭菜 我就每天五点起床 给他做丰盛的早饭 又早早去菜市场 买最新鲜的菜 给他做好午饭送过去 最后换来的去是一句 我就是个全职主妇 他不要跟我过苦日子 那一刻毫不夸张地说 你不能这么自私 你要是真为我好 就该放我走 我冷笑好 我放你走 他不知道 我前两天 托我妈买了张彩票 赚了20亿的大奖 婚内买彩票中奖了 哪怕离婚了 也要分赵二旦一半 所以我打算以我妈的名义 悄无声息把彩票给领了 等我争取到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跟赵二旦顺利离婚后 就带两个孩子去过潇洒日子 至于现在 我批诺那白眼狼一眼 他不配 我婆婆张贵方见我有了决定 高兴坏了 他笑着 道女儿就是陪钱货 你赶紧带着大漂亮 有多远我多远 我特地看了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的老六一眼 他奶奶这样说 他的母亲和姐姐 他竟然无动于衷 我彻底被他死了心 我冷笑 我还没跟赵二旦离婚呢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赵二旦 让他请假跟你离婚 你今天搬出去 明天柳如烟就可以搬进来了 柳如烟 就是赵二旦 最近搭上了那个女人 我儿子一听柳如烟要过来 高兴地从沙发上 跳了下来奶奶 柳如烟阿姨 注意要搬进来了吗 奶奶摸了摸 我儿子脑袋 马上她就是你的妈妈了 你高不高兴啊 我儿子重重地点了点头 不假思索到高兴 婚女儿大漂亮 都被他弟弟这副 白眼狼模样给尽到 老六你还是人吗 妈狠心如苦 照顾你十多年 你不仅不感激 还要认破坏 他婚姻的女人做母亲 你是畜生吗 你老六听了吗 不在乎 这不怪我 谁让柳阿姨太优秀了 她博士毕业 还是大学老师 她瞥了我一眼 目光里是淡淡的比仪 可我妈呢 就是个家庭主妇 天天跟柴米油盐打交道 什么都不知道 每次同学问我妈是做什么的 我都不好意思说 她就是个家庭主妇 我爸会抛弃我妈 选择柳阿姨 也很正常嘛 我一直知道我这个小儿子 不怎么看得起我的 因为她奶奶有事没事 就在她耳边念的 我没什么用 全家人都靠招二蛋吃饭 她只有跟着招二蛋 你才能过上好日子 我以为等她长大了懂事了 就知道我为了她 做出多大的牺牲 没想到 这孩子自私自利到了这种地步 为了跟她爸过上所谓的好日子 为了她脸上有面子 既然一点某子情分都不讲 她今天看我就像看垃圾似的 没有情分 只有嫌悟 我对她没了一点某子情分 我垂眸 看向我的宝贝女儿 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给予我为数不多的温暖 幸好 女儿还是向着我的 从此以后 我就只有大漂亮一个女儿 至于老六 她可以滚出我的世界了 很快 赵二蛋和柳如烟 就急匆匆赶了过来 柳如烟四十出头 保养得很好 看起来就三十来岁的样子 她高了高纯 笑得温暖得意理想 你能想清楚再好不过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赵二蛋 还有你的儿子老六的 俨然是一副民主人的模样 至于赵二蛋 她甩了我一份离婚协议 上面写着 我只要不去她和柳如烟单位闹 她就会给我和大漂亮 一个月三千块的抚养费 如果我去闹 她一分钱都不会给我 赵二蛋催促到赶紧前 我和柳如烟忙得很 难得请假一次 等会儿离完婚 我们还要去约个会 我看着那份苛刻的离婚协议 笑了 她倒是很为她和柳如烟考虑 就是不管我和大漂亮的死活 我浪费了大好的青春年华 放弃了事业 换来的却只有你而已 一个月三千块的抚养费 我拿出了我找的略是间的离婚协议 不如你看看这份离婚协议 房子一人一半 各种补偿费 加起来一百万 每个月还要给大赵良三千块抚养费 张贵方看到那份离婚协议 惊呼道 李小你疯了吗 这些年你吃赵二蛋的 喝赵二蛋的 我们还没让你还钱呢 你怎么好意思 要我们这么多钱的 柳如烟暗暗点头 她就是冲着赵二蛋的钱 才跟她在一起的 赵二蛋这回离婚大出血 钱包售一大半 她会高兴才怪 我单看到这房子首付是我们一起出的 还贷也是我们俩一起还的 我怎么没有资格要这房子了 至于补偿费 可不止一百万 大漂亮要报各种补习班 加起来三千都算少了 我之前要得合情合理 我批二赵二蛋和柳如烟 一眼没记错的话 赵二蛋你准备竞争公司 总经理这个位置 柳如烟你也准备平直撑了吧 现在正是紧要关头 可不能出错呀 特别是不能在个人作风上出现问题 柳如烟红着眼 可怜巴巴的模样 赵二蛋 我好怕 赵二蛋安慰到你放心 我会解决好这件事的 她又瞪了我一眼 你威胁我们 我冷笑一声 门影响了 来的是快递员 来的可真及时 我就在等这个快递 我拆开快递 里面是两条先红的横幅 第一条是大学老师柳如烟 是爱武夫 作为正妻 特来提亲爱妾 第二条是牵视传媒 赵二蛋得不配位 抛弃发妻 猪狗不如 赵二蛋和柳如烟 看到这两条横幅 脸都黑了 最后 赵二蛋出于她和柳如烟的前途考虑 不得不答应我的离婚条件 她签下那份离婚协议的时候 脸黑得像锅底一样 柳如烟的脸色也很不好看 她就是图赵二蛋能赚钱才嫁给她 这下好了 赵二蛋一离婚 她的钱包也别了 至于张贵方 更是恨我恨得牙痒痒 为了她宝贝儿子的前途 只能忍了 离完婚 我就带着女儿和赵二蛋 一家在民政局分道扬镳了 分开钱 张贵方对我说理想 你别高兴得太早 以我儿子的能力 他给你的那些赔偿 只需要两年时间 就能轻松赚回来 你现在爽快跟我儿子离婚 以后有你后悔的去 我挑挑眉 有些好笑的看着她 有时候无知也是一种幸福 周家人要是知道 我中了二十亿的大奖 估计肠子都要毁清了 赵二蛋嘴角微微上扬 眼含得意 她对张贵方道妈 你不是嫌房子小吗 正好我把之前的房子卖了 跟李小一人一半分了后 在添点钱 给你买个别墅 好 果然是妈的孝顺儿子 我儿子也兴高采烈到 柳如烟阿姨很有艺术品味 到时候就让她来装修房子 肯定好看 柳如烟笑你你比较好 到时候再给你装了游戏房 她又骗了我一眼 还叫什么柳如烟阿姨 你现在该叫妈了 我儿子一点都没犹豫 一声妈就叫出了口 我的女儿是个心思敏感的 她怕我伤心 轻声道妈 我们走吧 好 我随手拿她辆出租车 我女儿连忙阻止道妈 要不我们还是坐公交吧 坐公交也方便 我的这个女儿 懂事得要命 她听进去了张贵方的话 现在就开始替我省吃俭用了 我好气到没关系 妈有钱 张贵方听了 扑痴笑出了声 你现在没房子没车子 还是个全职主妇 没什么工作技能 现在出去就只能当个清洁工 你的钱啊 是用一份少一份 就别打中脸充胖子了 省得老了没钱了 流落街头 我女儿皱起了眉头不用你管 我以后长大赚钱了 会养我妈的 张贵方更加不信女儿就是赔钱货 我可不信你会好好对你妈 柳如烟一搭枪道理想 你以后要是找不到工作了 我会给你介绍这份工作的 傻逼 你可真善良 我朝柳如烟树的终止 就带着女儿大漂亮上了出租车 没再去看她们难看的脸色 我回了我爸妈家 爸妈给我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庆祝我终于脱离苦海 当年 我爸妈就不同意我嫁给赵二旦 他们觉得赵二旦这性子不够沉稳 还有些妈宝 我嫁过去会吃些苦头 年轻的我 有些恋爱呢 不顾父母的反对 嫁给了赵二旦 也算是吃了教训 他们看到老六没跟着回来时 一愣老六呢 他怎么没跟着你回来 我神情淡漠别提他了 从今以后 我没他这个儿子 我爸妈都是聪明人 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 愤愤到这把眼王 你平时对他这么好 他怎么能这么没良心 他这样没良心 以后有他后悔的时候 我妈附和到队 明天我们就把大奖给领了 带着惠惠一起想扶去 大漂亮问什么大奖啊 我把我中了大奖的事情 告诉了他 大漂亮高兴坏得太好了 我家就两个间房 我爸妈一间 我和惠惠一间 住着有些小了 我打定了主意 重点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房子给换了 第二天 我全家起了个大奖 去了彩票中心 我一共中了二十亿 我捐了两亿给福利润 扣完税还有十四亿多 到了银行 我们一家人更是享受了贵宾级的待遇 尽力亲自来接待 笑容满满 说话客客气气 茶水和糕点更是不断 根据银行推出的优惠政策 我们把一部分钱存了定期 一部分存了火期 随取随用 每年都能拿到一千万的利息 这意味着 只要我离家不肆意挥霍这些钱 不用工作 光靠利息就能活得非常好了 为了防止赵二旦争这个钱 无论是零彩票还是存钱 都是我妈来操作的 存完钱 银行经理又亲自把我们送出门 就在这时 赵二旦打了电话过来 我接了起来 就听到赵二旦火急火燎到里小 赶紧来医院一趟 自老六住院了 我的心不禁提了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住院了 然后 我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我早就没了这个白眼狼儿子 他住院关我什么事 我立马就冷静了下来 那边 赵二旦已经说清楚了老六住院的原因 他食物过敏了 老六这人从小体了多病 对许多食物都过敏 多亏我这些年精心养着他 他才能长得又高又壮 也没怎么过敏 现在离了我 他胡吃海喝 身体立马出了问题 可真是活该啊 我冷淡倒你找我干什么 我们已经离婚了 现在他叫的妈可不是我了 是柳如烟 他有事 你去找柳如烟啊 柳如烟工作忙 哪有空照顾老六啊 赵二旦用一种施舍的语气吧 我知道你现在没工作 你这个年纪也很难找到工作 这样吧 我一天给你八十 请你给老六当户工够意思吧 银行经理听到我前夫的那番话 抽了抽嘴角 这是什么傻逼啊 我可是亿万富婆 哪里看得上我那前夫一天八十的高兴 我冷笑 对赵二旦到我今天很高兴 你这晦气玩意儿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别来沾边 你 我不等赵二旦反击就挂了电话 顺便把他给拉黑了 我拿着手里那张又轻巧又沉甸甸的卡 准备带着我家人 去过买买买的潇洒生活了 不过没想到这要巧 每两天我们就在售楼中心遇到了 售楼中心房产销售小李 听到我们要买别墅 热情的给我们介绍起来这栋别墅位于城东 黄金地段 周围有商场 有公园 闹钟取静 离你女儿读书的地方也很近 而且呀 这栋别墅还是金装修 你们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我爸妈被说的心动了多少钱 两千万 两千万对中了亿万大奖的我来说 不是什么大钱 要知道 我存在银行的钱 光是每年能收到的利息就是一千万了 我半点都没犹豫就这栋了 全款 小李难得见到这么大气 又干脆的客户 眼睛都亮了 那与其要多客气 有多客气 你们先去贵宾市等会 我去准备合同 还没等我说话 身后传来历声吃笑 冤家路宅 赵二旦一家也来买房了 张慧芳率先开口 我说李小 你就别装了 我家赵二旦就给了你两百万 就这点钱 就只够你买几个别墅厕所 柳如烟也点点头 道李小 我知道你对赵二旦有气 知道我们也来买房 想要当着我们的面争一口气 但假的就是假的 你这样做 不是耍销售吗 小李脸上本来还挂着热情的笑容 一听到他们这话 脸上的笑意立马就淡了心 老六这孩子 也皱起了眉头妈妈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以为你只是没用 没想到你道德败坏 还是个骗子 我爸听了 忍不住了你这王八犊子怎么说话的 明明是你爸婚内出轨 柳如烟 还要逼着你妈近身出户 你怎么不说这两人道德败坏 不值延迟呢 他们一个马上就成总经理了 一个还是大学教师 你看他们的素质 哪个配得上他们的工作了 他这话一出 周围人纷纷看向张二旦和柳如烟 这两人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了 我爸越说越气 直接给了老六一巴掌 真是的 你这白眼狼 怎么还有脸说你妈的 你妈真是打扬你15年了 他舍不得教训你 就由我来 一巴掌下去 老六牙齿掉了一颗 还吐出了一口血沫 他一脸的不敢置信 这可是最疼他的外公啊 外公 你怎么能打我 我爸哪里有错了 我妈一个家庭主妇 除了花我爸的钱 还会干什么 我爸这么多年 没嫌弃我妈就很不错了 再说了 哪里是我妈养我 分明是我妈拿我爸的钱养我 他还要说些什么 我爸又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他怒气冲冲道 你知道你妈没生你钱 他有多优秀吗 他职位生的可比你爸快多了 没良心的狗东西 你妈生你还不生快叉伤 往日 我看到老六被这样打 肯定心疼坏了 此时此刻 我想的竟然是我爸打得还挺对称的 我这强迫症看了 感觉很舒服 张贵方看了 心疼得要死 真是的 你一个大人找小孩撒什么气啊 他妈没用 就别怪小孩子现实 周围的路人纷纷议论起来 这种白眼狼就该打 瞧瞧 他还委屈上了 他妈都没委屈 他怎么还敢委屈的 有了后妈就有后爹 他就等着吃苦头吧 老六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苦头 更没丢过这么大的脸 他捂着脸 挤开人群跑远了 张贵方见了 连忙追了上去 就剩下张二旦和柳如烟还站在原地 柳如烟感受到了 他们看向自己的鄙夷目光 他挤出一丝像婚姻是很复杂的 李小和我老公的婚姻早就出现问题了 他们俩会离婚 跟我没有关系 张二旦抓着柳如烟的手队 我早就想跟李小离婚了 跟他没有关系 我妈弄骂到没关系是吧 那怎么 我家女儿前脚跟你离婚 后脚柳如烟就跟你住一块 海岭结婚证了 我看啊 我女儿和你张二旦婚姻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跟柳如烟有了婚爱情 婚内出轨就婚内出轨 被你说的这么清新脱俗 你要不要脸啊 路人听了 义愤甜音道 这两人要脸就不会在一起了 渣男渣女能不能给我滚啊 有你们俩在空气里 一股爱情的腐臭味 他们脸皮这么厚 才不会滚呢 你没看他们还嘲讽这位女士买不起房呢 赵二旦听了 铁青这一张脸 柳如烟觉得没面子 想低头离开 还被他拉住了手 他低声哄到晚晚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 柳如烟的脸色 才稍稍和缓了些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赵二旦开始把矛头指向了 无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跟他离婚吗 但是因为他在婚姻中 谎话连篇 他不仅骗家人 也骗自己 我怕他带坏小孩子 才跟他离婚的 你们用脑子想一想 他前面15年都在做家庭主妇 他家也是普通家庭 哪来的钱买别墅 那些路人们看我的目光 一下子就变了 多了些质疑 我气笑了 这就是我喜欢的将近20年的男人 他为了洗白 不仅否定了我为这个家做的所有贡献 还要抹黑我 可惜 他的如意算盘注定要落空了 如果我有钱买房呢 赵二旦冷笑道 如果你能买得起房 我就倒立之时 我笑隐隐到真是便宜的小子了 还带便吃片喝的 赵二旦瞪了我一眼 我们家赵二旦都坐到总经理的位置了 也只能贷款买个别拼别墅 你一个家庭主妇 就哪来的钱全款买别墅呢 你呀 就是想在我们面前挣个面子看 我淡淡道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验姿就行了 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房地产公司就给我验姿完毕了 大家都是看热闹不闲是大的 都这么久了 设楼大厅竟然没有一个人走 反而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 他们问结果怎么样 还用得着说吗 赵二旦嘲讽到 他卡里肯定没钱 我都说了 他就是个骗子 我似笑非笑的看着他 坐等他啪啪被打脸 我的沉默 在他眼里成了心虚 怎么不说话了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小刘看赵二旦的目光 就像看个傻子一样 他亲了亲嗓子那个 能不能让我说两句 赵二旦无比爽快你说吧 不用给他留面子 没错 柳如烟硬喝倒 大家都看看他的真面目 免得被他被骗了 小刘倒是这样的 李小姐给我的卡里 有三千万流动资金 他的钱买一栋别墅 绰绰有余 赵二旦惊讶的瞪大眼睛 你说什么 小刘又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 我笑音音道 你可以去吃巴巴了吗 赵二旦批了我一眼 质疑道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这不可能 一定是小刘收了你的钱 他才帮你圆谎的 你卡里最多也就两百万 不能再多了 赵二旦也不知道 我给小刘合资的那张卡 是我卡里钱最少的一张卡了 李小姐卡里 就是有这么多钱 你爱信不信 小刘客客气气的 李小姐 责骂赵二旦的声音 你这个渣男 没想到吧 你嫌弃的要死的老婆 还是千万富婆 你现在是不是肠子都毁清了 你如果不跟他离婚 你就不用还十几二十年的贷款 就愿意买个别墅了 能直接跟你前妻住大别墅了 哈哈 这是渣男应得的 赵二旦被骂的脸 涨得通红你们不懂 李小他就是骗人的 阿呸 你就嘴硬吧 他就是不想吃巴巴巴 这男人连巴巴都不敢吃 算什么真男人 赵二旦和柳如烟 哪里说得过这些正义路人 最后灰溜溜的跑了 连房子也没买成 一个月后 我就和全家人搬进了新家 大漂亮拥有了一个宽敞漂亮的大房间 都是按照他喜欢的风格布置的 他很爱读书 他房间旁边还有一个大书房 装满了他平时爱看的书 大漂亮喜欢这个新家 喜欢的不得了妈妈 我真爱你 看着我懂事的女儿笑得这么开心 我爱连的摸了摸 他的童妈妈也爱你 我继续到对了 你大学不是想读艺术设计类的吗 这类专业 英国算是教得最好的 你读书好 以后的高考成绩应该没问题 妈妈给你请了雅思老师 准备送你出去留学 太好了 妈妈 大漂亮给了我一个香香软软的吻 我在心里感叹 还是女儿好啊 我对她一点好 她就能给我最热烈赤诚的反馈 入住新家 开心的不仅是我女儿 我也很高兴 我是彻底迎来全新的生活了 我不用再跟赵二旦睡一张床 忍受着她的呼噜声 也不用五点早起给老六做早饭 更不用忍受张贵芳的苛责 自从我离婚后 我爸妈都说 我的气色好了不少 有一天 我和我爸妈从外面回来 正好看到了赵二旦一家 搬到了我们后面的一栋别墅 张贵芳见到了我们 得意洋洋的招呼导游 这不是李小吗 看看 这是我们的新家 漂亮吧 大吧 羡慕吧 也就那样吧 跟我住的地方比 小了好几倍 张贵芳则立生还也就那样 不知道的人听了 还以为你住的是大别墅呢 实际上 你们就住在老婆小 永烨也笑盈盈到李小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难过 你跟了赵二旦 一辈子都没住上别墅 我才跟了赵二旦几个月 就跟他住上了那么大的房子 这就是命了 愿不得别人 我妈不屑道着破房子 谁稀罕 张贵芳插着悠悠 不稀罕你们特地过来看我们搬什么新家 我妈无语道还不允许我们顺路啊 你们住在城西 这里是城东 你们顺哪门的路啊 我爸笑呵呵到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们就住在你们前列的房子 方简好不说 房子还比你们大好几倍呢 就你们这棵别墅 我们才看不上 赵二旦不信 真的是谎话多说几次 自己都信了 就你们这条件 买得起吗 这话你们偏偏销售就行了 可骗不了我们 老六也说外公外婆 你们就别嘴硬了 到时候丢脸的还是你们 我爸开始叫真你们不信 就跟我们过来看看 我们是不是这里的业主 好啊 反正最后丢脸的不是我们 张贵芳他们抱着看好戏的态度 跟我们来到了新家门口 他计较到别处在门口啊 你们倒是开门啊 你们不会用没带钥匙 这种难俗借口 说进不去吧 话音刚落 我爸直接就用了指纹开锁功能 把门给开了 他讽刺到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用什么钥匙开门啊 现在都是用指纹了 张贵芳大惊你们还真买房了 还是别墅 我妈得意倒没错 你们哪里来的钱 这你就别管了 你们只要知道 我们家里小离了你们 过得比你们好就行了 我们正要开门进去 张二大怀疑到的别墅不是你们的 你们只是在别墅里打工的吧 张贵芳猛拍大腿 还是儿子你聪颖啊 我就说他们哪里来的钱买别墅 你这么一说 就都说得通了 他眼珠子狡猾的转动一圈 你一等着 我等会就告诉别墅主人 你们拿他们的别墅装逼 让你们连这份工作都做不下去 真是歹毒 明明他儿子才是婚姻的过错方 这张贵芳还要处处为难我家 我爸妈笑呵呵到我们等着 过了没一会儿 负责叫大漂亮雅思的老师过来了 张贵芳看着老师穿的体面 还很有气质 以为他才是这家的主人 他连忙拉住了这老师 开始告起了 壮你好 你是这别墅的主人吗 我问你说 你供的李小一家 哪里的别墅在外头装逼呢 说他们才是别墅的主人 这种庸人 可要不得呀 这老师感到莫名其妙 他们本来就是别墅的主人啊 我只是来教大漂亮雅思的老师而已 什么 张贵芳听了 惊讶的嘴巴都没合上过 儿子 我记得李小家也没什么钱啊 赵二蛋没好气到我记得也是 没想到李小城府这么深 连我都妨 张贵芳懊悔道 那你岂不是放走一个金额打 柳如烟听了 那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了下去 赵二蛋见了吗 你别说了 晚晚还在呢 晚晚 我妈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我喜欢你这件事 跟金钱无关 柳如烟的脸色稍稍好看了些恩 这几人垂涂丧气的往回走去 没了刚才的趾高气阳 也没了搬新家的喜悦 到了家 我爸妈就开始懊悔 刚才太得意忘形了 女儿 爸妈刚才是不是太得意忘形了 都说才不外露 可我看到张贵芳这家捧高踩逼的模样 就特别想让他们知道 你过得很好 我不以为一没关系的 我们就住在同一个小区 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 他们迟早会知道我们住在这里的 没错 大漂亮也安慰到 外公外婆 你们刚才嘲讽他们嘲讽的好爽 我听了好几次 对我和我女儿一开挤 我爸妈的脸色和缓了不少 当天晚上 我那白眼狼儿子就打了电话过来 别别扭扭到妈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谁说小孩子不现实了 这小孩子有时候可比大人要现实多了 我准备跟他爸离婚时 他义无反顾的选择了他爸 不肯让我这个全职主妇做母亲 他知道我有钱了 第一时间就打了电话过来 我扯了扯嘴角离开你们周家人后 我过得特别好 如果你不打电话过来 我的心情会愣好 妈 我知道你在说气话 我可是你最疼爱的小儿子啊 曾经确实是 只是我对他的爱 早就在他的白眼狼行为中 消耗殆尽了 我看向不远处在看书的大漂亮 我现在最疼爱的人 就只有我的女儿大漂亮了 老六说妈 其实我早就想打电话给你了 我怕我爸和柳如烟 阿姨不高兴 才迟迟没有打电话 哦 你可真有孝心 老六没听出我的冷嘲热讽 我听我姐说 他在学雅思 这是准备出国吧 妈 你知道我成绩不太好 我也想去出国留学度可金 就英国吧 一年也就一百万 你都买得起别墅了 这点钱对你来说 也不是什么大钱吧 我不禁弯了弯嘴角 老六这是哪里来的自信 他对我真的没良心 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他好 他听我迟迟没回应 有些急了吗 你这么爱我 一定会送我去留学的 对不对 我提醒到老六 你忘了吗 你选择跟你爸了 你现在跟我 可没有一点的关系 我爸妈也说就是 你这个眨眼了 别来沾我们理想的边 我们现在听党的声音 就觉得晦气 老六恼羞成怒 终于说出了 他这次打电话过来的目的 你们不就是有几个臭钱 谁稀罕 老实告诉你们 我这次打电话过来 是想弄清楚 你们买房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奶奶爸爸都说了 你离婚的时候 肯定偷藏私房钱了 如果我们知道 你是拿婚内财产买房子 那你这钱就得分我爸一半 到时候我爸分到你的钱 我去留学 不就是轻轻松松的事情了 哦 我嘲讽到 你都把你目的说出来了 你还能从我这里套到什么话 没关系 我爸那么聪明 肯定能知道你买房的钱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淡定的挂了电话 他们知道 我这钱从哪里来的又怎么样 买彩票 赚彩票 零彩票的都是我妈 就连买这房子 都是走了我妈的银行卡 我妈的钱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跟赵二旦他们 就更加没关系了 赵二旦调查一番后 他虽然不知道 我爸妈为什么会这么有钱 但也明白 我的房子和车子 都是我爸妈赠予的 跟我没什么关系 这样一来 他想分我的钱 那就是在白日做梦 不过 我没想到 赵二旦这家人会这么不要脸 这天 我还在睡美容觉 被楼下吵吵闹闹的声音给吵醒了 我一下楼 就看到周佳人闯了进来 在跟我爸妈理论着什么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爸妈没好气的说别皮了 我们出去丢个垃圾的功夫 他们就闯了进来 咱俩着要我们赔钱 我挑挑没赵二旦 我欠你们什么了 张贵方怒气冲冲道 你还有脸说 你爸妈明明有钱 你怎么好意思 要我们赵二旦这么多赔偿金呢 我淡淡到一码归一码 我爸妈有钱 跟你们该给我的补偿金 没有一点关系 这些年 我为那个家付出的牺牲是真的 也跟赵二旦一起付了首付 后面又一起还了贷款 你们要是不满意 我女儿为这个家付出的经历 要是换算成金钱 可不止这点钱 张贵方听了 翻了个白眼 还不是柳如烟不会做家务 我以为她会赚钱 工作也体面 比林小好多了 可没想到 她就是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小仙女 竟会带我们家赵二旦 辛辛苦苦赚的钱 柳如烟沉下了脸吗 你在说什么呢 张贵方就差指着柳如烟 鼻子骂了我又没点说错了 你嫁进来我家后 有拿过一分钱回家吗 还害得我家又又过敏了 让她住进了医院 你是故意的吧 我双手抱胸 看着这一场好戏 我是万万没想到 他们刚把矛头指向我 自己就起了内讧 我有预感 他们这一家四口 没过多久就会散了 即使没有散 他们的日子也绝对会过得鸡飞狗跳 柳如烟对张贵方骂的眼泪 往往赵二旦 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赵二旦搂着她的肩膀乖 我妈年纪大了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张贵方那嗓门大的要命 直接给赵二旦一个暴力子 你这孩子 有了媳妇就忘了娘是吧 你忘了 我是怎么辛辛苦苦 把你养这么大了 张二旦气得胸膛起伏的厉害 她沉生道好了 妈 你别说了 我们今天来这里 不是来让林晓这一家看笑话的 你别忘了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对 我差点就忘了正事 张贵方总算是冷静了下来 然后我就知道了 他们来找我的目的 其实说来说去 还是为了一个钱字 他们是这么说的 既然林晓你不缺钱 就把那两百万赔偿奸还给我们家吧 还有啊 你再给我们一千万现金 这钱呢 我们是给老六花的 我们可听说了 你要送他漂亮去国外上学 那老六也得去 你放心 我们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你平时想看老六 我们也不会拦着你 他们这算盘 打得不要太想 可他们问我一件事 我早就对我那白眼老儿子没感情了 也绝对不会再为他花一分钱 而且以他们的精灵程度 也不知道这一千万 他们会给老六花多少 我笑应用到你们在做什么美梦呢 这钱 我一分钱也不会出 张贵方不敢置信理想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老六可是你唯一的儿子啊 你不对他好 对谁好 我摸了摸大漂亮乌黑的长发 你忘了 我还有一个好女儿呢 老六不屑的扯了扯嘴角 我奶奶说了 女儿就是个赔钱货 等他嫁出去了 肯定不会管你 至于我就不一样 我会好好给你养老送中的 我讽刺的笑了就你 你爸婚内出轨 跟我闹离婚 你第一反应不是为我打抱不平 而是让我别选你 省得我拖累你 还当着我的面 讽刺我没用 夸你这个后妈好 我能指望上你 还是不明白你错在哪里 我能接受你为了更好的生活 选择跟你爸生活 可我不能接受你对我的背叛 这些年我远离职场 为了能够照顾好你 一直在跟油盐酱醋打交道 成了碌碌无为的家庭主妇 你可能不知道 我曾经跟你爸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晋升的比他还快 如果不是为了你 我能成为比你爸还棒的人 当然 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有所回报 但起码你应当心存感恩 可你并没有 你贬低 轻视我的付出 迫不及待的背叛了我 亲热的叫着赵二旦父亲 并无焉母亲 他们可是伤害我的人啊 你甚至还跟着他们一起来伤害我 伤害对你好的姐姐 你觉得 你现在还可以当我的儿子吗 你还配我对你好吗 这番话过后 老六的脸上 总算有了那么点羞愧之色 张贵方撇撇嘴你说那么多干嘛 你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啊 说白了你就是不想给钱 老六也一脸的恍然大悟 差点就被我妈绕进去了 我是他儿子 他对我好不是应该的吗 我摇摇头 老六真的是没救了 等他说话 真是浪费我的口水 张二旦这人比其他人有脑子 他开始对我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理小 老六他到底是你的骨肉 你对他也付出了许多兴趣 你不能放任他不管 他现在年纪小 不懂事 等以后他长大了 自然就能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 我妈听了 直接吐了他一口唾沫 嘿 老六判给你了 我们可不会再管他 我们啊 照顾好乖孙你就行了 再说了 他都16了 可不是个孩子了 你们这一家人 赶紧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张贵方一家不肯走 他真是想太多了 我有乖女儿 又有好多钱 我会过得比他们都好 张贵方还不如担心担心他自己呢 我看着赵二旦啊 显而易见是向着柳如烟的 以后有他的苦头吃 最后我报警了 才把他们赶出了我家 这之后 周家人缠上我们了 他们有事没事就闯入我家 先是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到了最后 他们见我们油烟不尽 就又开始破口大骂 我们不厌其烦 正好暑假来了 我干脆带着一家人去了国外度假 这天 我正趴在沙滩椅上 年轻帅气的外国小哥在丢抹金油 我接到了赵二旦的电话 赵二旦怒气冲冲到李小 你怎么这么恶毒 我们明明签了合同 你不会把我和柳如烟的事情揭发出去 现在倒好 我和柳如烟的工作都被你给毁了 你毁约了 我给你的两百万赔偿金 你得还给我 我不明其妙 我干什么了 我在国外度假呢 这里有美景美食还有美男 我才懒得管他们的破事呢 赵二旦什么也没说 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我点开一看 却对我啪啪打脸 视频里 我家人的脸都被贴心的打了马赛克 赵二旦一家的脸都被放了出来 偷拍视频的人 还给这视频 取了一个劲爆的标题男子 抛弃发妻后 竟发现他是千万富婆 叛回不当初 视频底下的人 有调侃说富婆看看我的 也有骂这是渣男应得的 还有人 直接就扒出了赵二旦和柳如烟的身份 他也最后双双丢了工作 我无语道关我屁事 又不是我让人偷拍视频 更加不是我让人把视频放到网上的 真不是你 我才懒得管你们 你们要挂也挂不到我头上 我冷冷到 当初不是你们凑着来犯件的吗 不然也不会被人拍下这段视频 赵二旦沉默了 正当我要挂电话的时候 赵二旦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柔又远离理想 其实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我只是一时糊涂 才跟柳如烟在一块的 跟他在一起后 我才发现我最爱的人还是你 这样吧 我明天就跟柳如烟离婚 跟你付婚好不好 你放心 从此以后我就只爱你一个人 绝对不会再做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听到他的表白 我的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他一个40岁的老男人 是哪里来的自信 觉得我还会选择他的 是年轻的弟弟不香吗 嘴多甜吗 还是不能干吗 我是昏了头了 才会选择他这颗歪脖子处 放弃一大片的森林 惊发闭眼的弟弟在中国流过学 会中文 他看到我皱着眉 问道是不是力道太重了 用疼你了 瞧瞧 弟弟多贴心啊 我笑音音到没有 就这个力道 我很舒服 赵二旦在那边听到我和弟弟的对话 怒气冲天 质问道李小 你现在在干什么 那语气 活脱脱像我背叛了他一样 谁能想到 当初是他背叛了我们这段婚姻 而我跟他早就离婚了 我无论做什么 都跟他无关了 真的是可笑 我笑了笑 当然是做开心的事情 行了 别打扰我了 就你一个中年发福 不爱洗澡 睡觉打呼 又有铺顶趋势 还不行的中年男人 我才看不上呢 说完 我就挂了电话 赵二旦在打电话过来 我已经把他拉黑了 我回过头看了眼 在给我按摩的弟弟 果然看到帅气的人 心情都好了不少 我们在国外一晚就是两个月 但并非对国内消息一无所知 我妈在我们住的小区里 认识了不少跳广场舞的大妈 他们有个群人 专门聊小区八卦 这赵二旦一家在网上臭名昭著 连带着 小区大妈也对他这一家议论纷纷 听说赵二旦和柳如烟 双双丢了工作后 张贵方就开始 骂柳如烟是丧门心 他嫁进来之后 这个家就没有一天安生过 先是害赵二旦失去了我这个大富婆 又是害老六进了急诊 最后更是害赵二旦丢了工作 而且柳如烟在家什么都不干 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 他说着说着 就开始怀念起我的好来 柳如烟也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主 当场就跟张贵方吵了起来 一开始赵二旦还劝嫁 到了后面 他也懒得管了 一个人借酒消愁 至于我儿子呢 本来成绩就一般 家里又无烟瘴气的 成绩更是下降的厉害 再后来 我就听不到这一家人的消息了 赵二旦没了工作 压根就付不起这昂贵的房贷 只能断工搬出去住了 我爸妈听了 停价到活该 他们又到女儿啊 我们可得小心啊 周家人都很不要脸 他们知道我们家有钱 肯定会把主意打到我们身上的 不得不说 我爸妈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很快 周家人就有所行动了 只是 我没想到 他们想出的招数如此的拙劣 拙劣到有些可笑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还是在侮辱他们自己的智商 那天 我正在参观景点 我妈就接到了张对方 火急火燎的电话亲家 我好了 老六被绑架了 对方要我们在三日内给他三千万赎金 我们如果不给的话 他们就要撕票 他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们上哪去筹三千万啊 人令关天的是 我妈也是心急责乱 他连忙到亲家 你别急 我们来想办法 好 你们可千万别报警 张对方强调到 对方说了 我们要是敢报警 他们就敢撕票 我们有数的 我妈挂了电话 火急火燎的跟我讲了老六被绑架的事 我妈说你来啊 我知道你不带见那白眼王 可到底是一条人命啊 我们也疼了十来年 不能就这么不管 我爸也说没错 你来啊 我们就管他这一次 以后就别管他了 我妈撒着手机 沉色片刻 抬头到爸妈 你们不觉得老六被绑架这事 太过气敲了吗 怎么说 张二蛋和柳烟都失去了工作 住的别墅都断了工 他们现在穷的叮当响 只能住出租房 究竟是什么样的绑匪 才会盯上老六啊 我得出了结论 这绑匪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我妈一点就通你的意思是 这一次老六被绑架 是周家自导自演的结果 很有这个可能 也就只有他们 一直想要我们的钱了 我爸有些犹疑呢 万一老六就是被绑架了 不是周家人自导自演的怎么办 我们可不能拿人命开玩笑啊 我冷静到钱照给 等老六回来了 我们再报警 让警察好好查一查这周家人 行 就按照你说的干 我们把钱打进绑匪指定的账户 大概过了三个小时 张二蛋都打了电话 说老六已经回来了 他还特地强调道理想别报警 绑匪说了 我们要是敢报警 他就把我们全家都杀了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家人坐着飞机刚落地 听了张二蛋的话 我更加怀疑 这是他们一家自导自演的结果 自始至终 周家人一直在跟我强调一点 别报警 那语气 生怕绑匪被抓一样 因此飞机一落地 我立马就赶到了警察局报了警 并且说了自己的猜测 警察办案效率很快 不到三天时间 就查出老六被绑架 确实是他们一家自导自演的结果 就是为了额我的钱 周家人花钱的速度很快 乍然爆出 他们花了五百万 把那套碟数给全款买了下来 有如烟和张桂芳 又花了几百万买进一首饰 这些日子 赵二蛋生活失忆 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他拿着钱去赌 没了三百万 至于我这儿子 也跟着他最近认识的 胡鹏狗有鬼混 花了好几万 因此警方只追回了一部分款项 最后除了老六 因为年纪小 被判了三年外 其他人都因为诈骗 最被判了十年 在判决前 我去见过周家人一面 他们对我苦苦哀求 说他们只是鬼迷心窍了 希望我放他们一马 我没答应 他们这帮人 毫无道德底线 他们现在能为了钱 自导自演老六被绑架 用来搁我的钱 以后也有可能真的绑架大漂亮 胁迫我拿钱消灾 为了家人的安全 他们最好的归宿 就是待在牢里 他们见我没答应 跟我想的一样 开始破口大骂 我没放在心上 不过是无能狂怒罢了 他们被判决的当天 老六羡慕地看了眼 站在我身边的大漂亮 现在的他自信开朗 脸上满是幸福的痕迹 他一下子就崩溃了 他大哭大喊的妈妈 我错了 妈妈 我真的错了 我有些无动于衷 我永远记得 他之前那副白眼盲的模样 老六怎么会知道错呢 他只是后悔当时没有选择我 不能过上他梦内以求的好日子 他这个人 骨子里就是自私的 又过了一年 大漂亮如愿以偿 考上了国外数一数二的设计学院 我亲自送他上了飞机 我爸妈感叹到会会长大了 都一个人远行了 李小啊 你要不要找个伴啊 这样就不会孤单了 我笑着到我才不要给自己 表不痛快呢 我现在就挺好的 有钱也有爱自己的家人们 实在寂寞了 又有嘴甜能干的小狼狗 小来狗哄自己 还可以跟新认识的朋友 去世界各地游玩 简直不要太幸福